今天的会议是由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沈宗汉担任主席的 参加会议的由美国、日本、韩国、瑞宾、越南、泰国等国家的代表跟观察员一共20多个人 今天这个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要由各个国家提名亚洲蔬菜研究发展中心董事会的董事 我国已经提名沈宗汉担任 其他国家的名单将要在今天下午提出 然后这个会议也就要在今天下午闭幕